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姓鲁的姓呢很古老 我查了一下这个中国人民大词典 里边呢在商代就有姓鲁的大臣 这个咱们今天要讲的课 课的名字是中国历史文选 历史文选这个顾名思义 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 主要讲的是历史方面的文章的选篇 这个课和中学的文言文课 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就有几点不同 第一 从内容上讲 就是刚才讲的 选的文章呢 主要都是历史方面的 第二点不同 深度和广度 都远远超过中学的内容 第三 就是也是可以说是我的课的特点 就是我们在传授 这个文言文知识 或者叫古汉语知识的同时 同时也非常注重 向大家传授 学习古汉语的各种方法 也就是咱们平常经常说的 学习的窍门 这个呢 咱们以后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 对此呢 也要予以充分的注意 以后咱们讲课的过程中 很多的内容 我要向大家介绍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呢 也是咱们在讲课过程中 反复使用的 掌握着这些方法 就能够使大家的学习能力 有大幅度的提高 今天 咱们是这 这门课的第一节 要讲的内容呢 是序论 序论的第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 要学习古汉语 第一小点 古汉语 是研究历史 必不可少的工具 研究历史 要讲求科学性 其中 最基本的 就是材料的科学性 即材料的真实和准确 要达到这一点 就要求 阅读大量的古书 并准确领会 其中的含义 去出取经 去尾存真 在这样的材料基础上 才可能进行科学的研究 得出科学的结论 所以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发生在 这个我们学院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 我们学院呢 有一个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 叫顾诚先生 这个顾是回顾的顾 诚是中诚的诚 顾先生呢 去世了 他的研究 对于这个中国 明史的研究 他为中国的这个明史学界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 这个明末农民战争之中呢 原来很多书中都记录了 一个叫李延的这么一个人物 木子李 延时的延 首先 比较这个流传广的 是姚选音先生的小说 李自成 这个在文化大命 和文化大命后期 都非常流行 里面用大量的篇幅 记述了这个李延的生平事迹 在八十年代 也有一些电视剧 关于这个明末农民战争的 这个领袖李延的 你比如说 这个李延的又叫李信 所以叫李信与红娘子 有这么一个电视剧 甚至以前在这个 八十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 和当时的 慈海里边 都明确记载了 这个明末农民战争中 有这样一位领袖 叫李延 关于他的主要事迹 是这样的 说他是一个世家子弟 出身高贵 后来呢 由于得罪官府 在明崇真十三年 入狱 再往后 被红娘子 劫狱 救出 加入 这个闯亡的队务 加入李自成的 明末农民起义的队务 由于他是知识分子 所以在这个明末农民起义 队伍中 起了很多重要的作用 比如他提出 军田免赴的建议 他还编了许多 古武士气的歌谣 1644年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 他又提出许多 这个很好的建议 所以贡献很大 后来呢 因为这个 另外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叫牛金星的 他进禅言 被杀 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事迹呢 这个刚才说了 不但在小说里出现 而且在当时的教科书 在慈海里边 都有比较多的技术 从文化科并前 到文化大命 这个刚刚结束的时候 历史学界 也有一些人 对他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因为在清代 有一些史书中 对这个李延 也有很多技术 当时的研究呢 主要围绕着他 讨论 这个李延 他是不是 农民革命家 他对农民革命的作用 影响究竟有哪些 他与其他农民领袖的分歧 是怎么回事 等等 就是也有不少文章 关于李延的 但是到了1978年 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学院的 这个著名的教授顾成先生 他在历史研究 1978年第五期上 发表了一篇论文 叫李延质疑 在这篇文章中 顾成先生提出来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李延这个人 这篇文章一出 当时在史学界 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破 很多人研究李延 十几年 甚至二十几年 现在你说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 这个好像很难令人接受 于是有些人也写文章 和顾先生进行讨论 他们认为历史上 还是应该有李延这个人的 于是顾先生在1979年 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第二期上 发表了第二篇文章 再谈李延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边 顾先生不但进一步论证了 没有李延 这个历史上没有李延这个人 更非常清楚的 说明了 为什么历史上 没有李延这个人 而后来的历史书 里边会出现 李延这个人物 也就是说 顾先生不但考证清楚了 历史上 根本没有李延这个人物 而且 他还考证清楚了 这个李延这个人物 是怎样 从无到有 怎样一步一步的 出现在 这个 清朝的历史书中的 他的考证呢 这个简单的说 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 这个李延 李公子 这些称号 早期 是李自成的 别名 清初的 这个 一些反动小说 就根据 李自成的这些别名 造出了 这个李延 这个农民军的 领袖人物 比如 比较早期的 有一个叫 当然也是笔名了 叫懒盗人 他写了一个 脚闯 小史 脚就是 脚灭的脚 闯就是指的 李自成 李尚王 脚闯小史 但是这个书呢 他基本上 还是 小说性质 所以这个 李延在这个阶段呢 他还是小说人物 到了 康熙初年 当时有一个史学家 叫 纪六奇 这个人的名字 也很奇怪 这个 纪呢 是 计划的纪 六是 四五六的六 奇是 奇怪的奇 他是史学家 他的一本著作 叫 明记 北略 意思就是 明朝 晚期的 北方的 情况的 这个 概述 他 就把 刚才说的 懒盗人的 这个小说 里边的人物 李延 把这些传闻 加工成 所谓的史料 写入了 他这个 明记 北略 由于他是史学家 所以他这本书呢 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再往后 康庸前 三代修成的 这个 清定的明史 也是咱们 这个 观修史书中 二十四史中的 最后一部 明史 这个明史里边 本来应该是 很严肃的 但是呢 他也收入了 关于李延的 很多的事迹 当时呢 也有很 其实呢 也有很多史学家呢 对这个 表示怀疑 但是呢 大家想一下 康庸前时期呢 正是清朝 文字欲盛行的时候 所以呢 就没有人敢对明史 提出异议 这样呢 这个影响呢 也就越来越大 李延这个人呢 也就是从 没有 变成了 这个正史中 都出现的人物 这个 所谓谣言 重复千次 几乎成了事实 但是呢 谣言 终究是谣言 总有一天 会真相大白 就是到了这个 1978年的时候呢 这个 顾腾先生 通过自己的研究 终于 解开了这个 百年以上的 这个 谜团 那么 咱们就要想一下 为什么 一百多年的遗案 能够 在 顾腾先生这 把它澄清 首先 就是由于 他掌握了大量 别人不知道的 历史资料 这个 关于 冥国农民起义的 材料非常分散 这个 很多呢 大量的存在于 当时的 地方质 但是地方质呢 这个量非常大 所以呢 以前研究民史的人呢 对这方面呢 涉猎的不是太多 但是 顾先生呢 他看了 翻阅了大量的 这个地方质 所以 他才能够 超越 前人 才能够解开 这个历史的 泥草 而要掌握 这些大量的材料 首先就要求 这个古汉语 阅读的水平很高 特别是在 推翻前人结论的时候 更需要 对史料 进行深入的研究 所以 从这个例子 可以生动地看出 这个 古汉语水平 对于历史研究 是何等的重要 这个 我上学的时候呢 顾先生 还在 北市大历史学院任教 当时呢 我们经常看见呢 他推着这个 那个小车 一种 轮子很矮的小车 那个书 落得有 将近有一人来高 这个 几乎是一个礼拜 就要推那么 推那么一趟 他这个 读书是非常的 刻苦 我曾经到他家去 给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 我到他家去之后的一幕 进了他家门之后 他家这个 当时屋子很小 屋里到处都堆满了书 当时他爱人 还没有调来 这个 在 窝子的一角 有一个没有炉子 没有炉子上边 一个小锅 然后旁边有高高的 大概有 有七八 七八个这个方便面 落得很高的 一路方便面 这个 当时这个场景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顾先生确实是 这个 研究历史 达到了 废寝忘食的地步 下边 咱们讲序论的 第一点的第二小点 第一点就是 为什么要学习古汉语 第二小点 古汉语 是继承 中国灿烂的 古代文化 必不可少的工具 近年来呢 这个掀起了 中国古代文化热 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 是世界上所罕见的 首先呢 这个中国有 最丰富的历史文献 咱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是 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是 如果从时间上来讲 历史的长度来讲 那么中国在这个四大文明古国里 可能是 这个年数并不是很长的 但是 在历史文献方面 四大文明古国里 只有一个国家 有三千年的 没有中断的 历史文献的记载 那就是中国 古埃及 他年数 这个 历史非常悠久 但是 他的记载呢 这个 是 很残破 中间 经常有几百年 没有任何记录 而中国 自从有甲骨文之后 从上书 一直到现在 这个记录呢 是没有间断的 这在世界 就是三千年的 不间断的 文献记录 只有中国 才有 而这三千年来的文献 里面蕴藏了 大量的宝藏 据统计呢 这个辛亥革命 以前 各种古书 就达十余万种 他们反映出 社会的各个方面 是古人 给我们留下的 最宝贵的遗产